中午用餐时间来看看新竹有一道必吃的独门小菜 但是它的发音却让大家一头雾水 有民众日前到小吃店看到菜单上有一个神秘菜色 好奇想要点来吃吃看 不过尴尬的是呢有一个字 上面是一个水下面是一个石头的石 想吃却不知道该怎么念 那么这个字到底该怎么发音呢 带你一块来看看 日前有民众到新竹一家小吃店 看见菜单上有道神秘菜色 好奇想吃吃看 老板请来一盘粉粉粉 这下尴尬了想吃却不知道怎么念 粉后面那个字到底是什么 民众po上网也拷倒一片网友 网友们纷纷留言 我这种不爱读书的都说水石 在地心族人都叫粉腔 水加石等于和这个字念和 到底正确念法为何老师来解答 这两个原来两个粉腔 到有个这样的粉腔 其实这道菜也是常见的传统小吃粉腔 而腔这个字是从台语借字而来 根据教育部字典 这个字的意思是水基石帽 也就是冲水之意 老板会这样取名是因为猪肠很脏 要放在石头上用水大量清洗 这道菜也是新竹必点的独门小菜 解开神秘小吃发音之谜 下次要点菜时 顾客不必再匕首画脚 也搞得老板一头雾水了 借石之前新竹报导 点 nat ンド 在三头雾 exper 都没有